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封印寸世 令山中瘴气满布 寸草不生 世人便称此山为 封魔山 三道 grinding 一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登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 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好无聊啊 天天都一样 连个蚊子都不丢 别烫 大早上吵什么呢 老头 帮我抓住 我要活的 慢点 去哪儿了 我看见往这儿跑了 刚才要是把他打死 他就跑不了了 打死我还怎么样啊 我就想养个活物 我们这山里 除了你这个老头 别的活物多难得见到一个呀 等你死了 我还不得一个人待在这儿 怎么说话呢 臭丫头 没个大笑 我说的有错吗 我就想养个活物赔我 活物 这东西顶多十年二十年就得死了 人这一辈子 孤独是迟早的事儿 你得学会孤独享受孤独 我就不会让自己孤独 在那儿 站住 别跑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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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风衣 丫头 回来 老爷 行个礼 陪不是 行什么礼啊 这封印在这儿 除了让咱们出不了这山 还能干什么呀 我不行了 我讨厌这个封印 咱们可是有缘在先的 其他的事都听你的 这事必须听我的 看守魔王封印 是我们事在责任 这怎么还有回音呢 我都会背了 你好了吧 好了 老头儿 咱们事在守的这个封印 你说魔王之子 真的还在里面吗 这么多年了 但凡有点能力 肯定又跑了吧 就跟我爹娘一样 只要封魔山的封印在 魔王之子就跑不出来 那这么多年 魔王之子都在里面干嘛呀 他不吃饭吗 不找人说话吗 他不难受吗 话太多了 等魔王之子出来了 你问他好了 问他 等等我呀 哎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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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老爷 跑真快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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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魔王之子 受死吧 魔王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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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是 哪儿 封印居然让人给破了 我足宿命终于结束 输了 拜见常与圣主 谁指示主无须多礼 你与明轩一同去了风魔山 怎么只有你一人回来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他是不是出事了 我与金仙行至风魔山魔王封印附近 那里阵法甚是复杂 我无法靠近 金仙置身入内 我等至今日 只觉阵法乱了一瞬 随后又再次见过 我无法入内便便 以我一人之力 实在无法闯入风魔山封印之中 便先回来将此事报与圣主 希望尽快找到解救金仙的办法 千尘阁的子丹仙人 还有几日出关 十三日 等不及了 你去安排一下 我要拜访千尘阁 无论如何 也要求他把明轩救出来 是 明轩 明轩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天天让我呆着呆着 我都要呆出蘑菇来了 好不容易出点事 我怎么能不掺和掺和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个人啊 哇 好漂亮的人啊 哎哎 哦 啊啊 放心吧 就冲你这么好看的脸 我也不会就让你这么死掉的 我说 让你在家带着 你要去哪儿了 我出去逛逛 看看封印有没有什么事 不过话说回来老头 今天那么大的动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魔王之子出山了 便当时那魔王之子出山了 你带如何 我带如何 我也不能带如何 他走了 我不还得跟老爷一起过活呀 还是这丫头会红啊 我上山看了 大概是地牛翻了个身震了两下 封印无大案 没什么事 你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 别到处折腾就行 好 那老爷没事我去睡了 去吧 哎 来 片蓝人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还活着 你别怪我 不带你去个好点的地方 我也没办法 昨天地洞山摇的 我老爷虽然说是地牛翻身 可哪个地牛能翻出 你这么个好看的人来 又不是土地公公翻身 我想啊 这事儿铁定跟你有关 不知道你是谁 也没法把你往家里扛 你醒了 你是谁 你睁开眼睛 更好看了呢 你别动 你伤还没好呢 多躺一会儿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年纪轻轻 功法却如此深厚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姓陆名穷自招摇 你可以叫我 陆招摇 我姓陆主 都是个招摇我的名字 我姓陆说了 人生苦短 就要活得招摇一些 你呢 你是谁 为什么会落在我 枫魔山剑 昨天的地牛翻身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一般受伤 跌落此地 幸亏被姑娘所救 救命之恩无意为报 之后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姑娘说笑了 我说真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好看的人 你留下来 我养你啊 好不好 谢谢姑娘好意 可是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在下多事缠身 待伤好之后 便要立刻离开 好吧 那你得告诉我 你叫什么吧 不然我怎么称呼你啊 在下 骆明轩 骆明轩 名字也很好听 夜里天良 你要是觉得冷的话 就多盖些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你先吃着 我明天再给你带 你好好休想 我先走了 多谢姑娘 明天见 别说你 来 去吧 öz隐 刚好 都是纯尔的 system 你看 如果和 office人停 我 Singh też有 converting 你自己好吗 我 стар phải 你行吗 我还是 involve 你吗 有 teil 你也 machines 有些事 有些事 他нов 来 看出来 谢谢你 小心 新来的 新来的吧 在我们地方懂不懂规矩 新来的 问你话 听不听得见 起开 你成的 你 亲眼来 这么丑 吓死大爷了 来 这些馒头都拿去分了吧 我放下 干什么干什么 看你们谁敢动 拿过来 以后这个都是我们哥俩的 知道吗 听见没有 说你呢 拿过来 不错是吧 你这个哥哥 不敢 长亮谁醒啊 听没听见 小子找死啊你 小子找死啊你 拿我们的东西 不要命了 有没有点规矩你 抢我们的东西 抢下了 使劲打 拿不拿 这小子真扛揍啊 今天在大爷新善 赏你个宗门头 走 好了好了 走 你怎么回事 山上摘的 再给我一个 老头你看我美吗 美不美 跟你娘一样漂亮 那就行 晚上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 来 好点没有啊 感觉怎么样 伤口好些了吗 好多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碰到你的身体 手指麻麻的 你们山外的人 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你 从来都没有出过这座山 没出过 你想不想看看 山外的景色 你能让我看到山外的景色吗 我想看 想看 好漂亮 好美啊 好漂亮 喜欢吗 怎么 喜欢 怎么样 抱歉 身上呆伤 你赶紧休息休息 别再运功了 你真好 以前啊 山里还有好些人 我越长大人越少 出去过的人 多数外面的人不欢迎我们 说我们生而为魔 都是坏蛋 但你没有把我当成坏蛋 你只是 身体中有胀气而已 想来是常年在这风魔山之中 受山中的胀气影响 你的族人也当是如此 这是病吗 病非是病 只是 受山中胀气影响 你的性格功法 会显得邪气一些 我之前从未接触过你的族人 但现在看来 你的本性并不坏 你怎么知道 万一我就是个大坏蛋呢 你尚未接触过黑白 又何谈善恶 你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虽然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选择做一个好人 为江湖安定而活 为江湖安定而活 只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的一生才有意义 你说我也要这样选择吗 当然 那我听你的话 就能成为跟你一样的人了 跟我一样可没那么容易啊 就算很不容易 我也要跟你一样做个好人 山外的风景那么好看 花花草草都跟你一样漂亮 无论多不容易都是值得的 嗯 都跟着 一起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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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云圣主同金仙之士池天明 似有其事找阁主商量 可阁主正在闭关 无妨 我先见见他们 锦绣 你素来闲散 不思修炼正经功法 成人便琢磨的助言之术 怎么今日也有空来这千尘阁 助言术难道不是要紧的事 赤天明 你看看你那张脸 好了 锦绣公子今日前来 所谓何事 都说千尘阁大弟子长得漂亮 我一直未曾见过 今日特来看看 到底有多漂亮 各位门主 我师父正在闭关 千尘阁事务 在用千尘大礼 不知长御圣主 有何要事 在阁主闭关期间 惊扰阁主 苏若自知无理 但明轩 身陷封魔山下落不明 我实在无奇可失 千尘阁束法天下无双 烦请秦公子 请阁主出关 金仙对我有恩 长御圣主言重了 可在师父闭关期间打扰 会遭到反噬的 秦公子 封魔山瘴气 滋养了不少草野之徒 若放置不顾 空将酿整大火 其传闻 老魔王将儿子封印在封魔山 尽先顾虑已久 为江湖安定 驱除魔王余孽 如今尽先有难 宗门通了 怎可独善其身 一念为善 若是常遇圣主信任 千先愿同诸位门主 一同去往封魔山 我大师兄晋德阁主真传 又受金仙典化 恕法以堪真净 朕可解圣主燃眉之急 如此也好 多谢秦公子了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 看也看了 多谢秦公子了 多谢秦公子了 那事不宜迟 也不过如此 我就不凑热闹了 告辞 或许可 这鸟伤好了 我拿吃的过来了 同我一起吃吧 不用 我吃过了 不过 我还是可以再吃一点 多时未必好 可是你吃饭的样子看着很下饭 你明天 我都摔好了 真的好了 真的好了 恭喜啊 我该走了 山外 比这里没很多是吗 山外的世界很大很美 南州苏堤绿柳 细雨从风 北荒孤烟斜阳冰霜残雪 日后你若是离开这里 可以去凤山找我 记住 切勿堵入魔道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知道 为江湖的安定而活 对吧 我会做一个好人的 一切 决定 那我都能看到 那我都能看到 你自己的决定 决定 和我们的决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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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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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明山 等我 等着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等我 等我 我一定会出去的 我 老头 你在做什么呀 听回来的族人说过 外面有个南岳教 能用木头做活物 你不是想要吗 我给你做个活物 陪你玩一辈子 木头做的算什么活物啊 老头 我现在不想让人陪了 我想离开风魔山 离开 我刚刚 偷偷看到了眼外面的世界 好漂亮啊 蓝天 鲜花 吹进来的风都是新鲜的 外面的树都好粗壮 一定能做非常棒的拐杖 比你这个好多了 我要出去 去更大的世界 见更多的人 我要做一个 造福江湖的好人 你要想 离开风魔山 就必须要亲自打开结界 自施其力啊 当然 我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 离开这里的 我去练功了 我去看 我看一下 往哪儿 现在私 这是上古力量 守护的法阵 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也出不来 看来法阵的主人 并无问世之心 秦公子 你可能参透 这究竟是个什么阵法 此阵法玄妙 以我一人之力 恐怕难以破解 秦公子的意思是 是我们白来一趟 明轩 明轩 苏若 二位 你如何来了 你这几日音讯全无 我和池之士实在担心 于是去千尘阁请秦公子 带我们来这封魔山 寻找封印的入口 我只深入了 封魔山的封印当中 确实见到了 被封印的魔王之子 却不慎被封印所伤 令魔王之子逃脱 敏轩 你伤势如何 无碍 只需一些时日休养便可 只是魔王之子一事 不能耽搁 此次长大之后 必定危害江湖 务必将其抓住 除之 斩杀魔王之子 我宗门择无旁贷 只是不知这魔王之子 是何面貌 有何特征 我等不知如何辨认 脸上 有恐怖倾痕的少年便是 好 我即刻回宗门 便派人去查探 待师父出关之后 千贤一定禀报此事 有劳二位了 我先送你回凤沙养伤 怎么了 没事 走吧 这封印安静了千年 连屁都没放过一个 没想到 这还憋出了个大的 既然魔王之子不在了 我和周瑶 真是没有必要 继续留在这封魔山 可这外面的花花世界 不比这张气满处的封魔山 安全多少啊 我是万不想 让周瑶离开 周瑶太像她的母亲了 热烈 冲动 我真是怕这孩子 像当年她娘一样 可是我要硬来 又怕失去 我这唯一的白孙女 孩子长大了 就让她飞吧 我看她是不应该 快走 呼呼 在前面 快追 抓住 这些小贼还不速速救擒 速速救擒 速速救擒 站住 别跑 快追 站住 别跑 就是他 带走 圣主 迟迟是有药室冰包 你先下去 是 长玉圣主 迟迟是 有何药室禀报 我宗门门下弟子 抓到一少年 疑似是魔王之子 金仙自从上次伤众归来之后 一直在调息养伤 稍后 我会把这件事禀告给他 魔王之子如何 金仙 昨日 在风魔山外的树林之中 我门下弟子 擒住一少年 年纪 容貌 身形 还有脸上的轻痕 皆如金仙所言 你且将那少年 带到千里进前来 是 是他 那 金仙还要再去风魔山吗 金仙如今练功疗伤 正逢机遇 不日就要突破上一层次 并不宜走动 不如等金仙功成 再行处理 你们且派人看好这少年 不必 魔王之子 乃我宗门宿敌之子 人人得以诛之 只要待我宗门各派聚齐 将其旧地诛杀 不必等我 此重任 怕是要落在池之士身上了 此乃荣耀之责 我必择无旁贷 如此 便有劳池之士了 是 如今 五年 诚 练 灵萱 为何如此心急 等你伤愈之后自行斩杀 不是更为妥当 魔王生前阴险狡诈 想必妻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早些动手 免得夜长梦多 美轩说得是 你帮我通知宗门各派 鄙视他们须得在场 养我宗门威名 女人 圣主 金仙身上有伤 谢继侍奉的茶 不要泡得太浓 屋里的香点了半个时辰 就歇一个时辰 不管什么动静 都要小心听着 谢继 不可大意 是 明轩这次为何有些稳不住身 难道 他在风魔山遇到了什么事 老头子 我赢了 我连你都打过了 这下肯定可以打开绝界的封印 你要是能打开 那你就去吧 我这次去试试 你不动 我不信 再来